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翱翔天际 唐古今问道理 我是汇翔律师 今天是4月20号 我们第38场正式直播 多谢4000多位独有的在线支持 最高到4700 现在大概4400 谢谢大家 记得我们有大力的点赞这个直播 分享出去更多人看到 跟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那现在进入今天最后一个讲题 也是重点讲题 就是这7天闹得非常大的网红家世 刚才有提到这个网红 其实是面向马来同胞的网红 他卖的东西也是卖给马来同胞的 好像是衣服 马来同胞的传统衣服 所以他们做的live 也是面向马来同胞的 他的subscribe 他的followers大多数也是马来同胞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先在 马来群马来湾炸开 而且第三者 底下我会讲涉及的方面 也是马来同胞 所以大家要知道他的背景 后来是大家都跟风吃瓜 所以媒体也大家在炒作 其实我讲这个讲题 我不会去讲谁对谁错 没有意义的 这个是个人私事 他们不是政治人物 就算政治人物的私事 我们也不谈 安华到底有没有 刚交这些 不重要 如果他用公共资源去 这个才是问题 如果没有是 我不认为有问题的 私事我们不谈 最重要还是公事 包括林冠英 人好不好 魏家乡人好不好 像魏家乡的人是很nice的 我之前写文章骂过魏总 也是有独友讲 洪律师魏家乡很nice的 我在银行做工 他每次来拿钱什么 都没有价值 没有什么 我讲我知道魏家乡很nice 但是人nice跟你官场上 政治上的作为 是不可以混淆一谈的 我们是评价你政治上的作为 而不是评论你私底下 是不是一个好爸爸 好父亲 好孩子 好儿子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私事 所以这个网红的私事 其实我们不会去谈 我知道很多人吃瓜 这个其实是浪费精力的 众生喧哗 大家来吵一轮 大家来看热闹一轮 然后就过去了 像之前的成都茶室一样 现在还有人在提起成都茶室 所以不要浪费太多的精力在这些 当然媒体一直在炒作 其实他是在迎合这些读者 喜欢看这些散色新的东西 sensational 散色新史 散情 色情 血腥 跟死尿变这些东西炒作 所以迎合是错误的 所以我一开始做这个 我写文章也好 做直播也好 我想要做的是引领 丢出新的思维 把我的想法分享出来 你喜不喜欢听 我不care 我不追求人数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要去迎合 大家也不要去关注这些思事 把精力都浪费 没有意义的地方 我宁愿你去看一个纪录片 看一本书 看多一份报纸 其实报纸真的没有报 他们是在网络 一直在炒作分拍几拍几拍几 但这个也是不应该啦 你是主流媒体 你这样子做好像小报一样 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 而我早在五六千年就写过一篇文章 失事上网愚蠢之机 这一篇文章我讲过很多次 当时也是好像跟这个 情情爱爱有关的事情 真的你失事上网是很愚蠢的 你现在为了出一口气上网 以后你一定会后悔 因为你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作笑柄 给人笑一轮 笑完之后没有人会记得你的 因为会有另外的刮 会有另外的情况出来 但是你就白白给人家笑了 你认为你放上来会有判官来帮你 比如女方在这个课题上 女方先出来攻击男方 然后男方后来也反击 最后必定是变成泥巴沾 因为网络上是不存在判官的 你跟我都无法去界定 去判断别人家的家事 清官尚且难断家务事 我们这些网民怎样去 我们根本不是官 更不用说是清官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只是捕风抓影 然后就再评论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应当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进去里面讲 很low 我们没有这么low 那我直接分享法律 分享法律 我有四道问题要解答 很多独有有问我 所以我也科普一下法律给大家 那为了方便讲解法律 我把当事人分为男方 就是老公 前夫 因为据说他们离婚的 女方就是老婆 前妻 还有第三者 就是这位马来工人 据说跟男方有affaires 有这些关系 但是他们是否认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说的男方女方 第三者是谁 所以我们直接回答问题 第一道问题 男方到底有没有办法 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男方会不会受对付 答案是没有的 他没有触犯刑事法律 非穆斯林 通奸 出轨 有第三者 是不犯法的 出轨是私人事物 你可以用民事来告 老婆可以提告老公 我跟你离婚 你要赔偿我 因为你外遇 你伤了我的心 我要分你的家产 但是形式上是没有错 所以男方没有犯法 男方有没有犯回教法 这是我第二道要回答的问题 在进入第二道问题之前 我们讲解一下 如果是女方出轨 跟女方出轨的那个男人 就是第三者 如果是男人的话 可能会犯法 刑事法典 第498条文 这个条文我讲解过的 又拐他人的老婆 所以如果你是男的 你跟别人的老婆有affairs 这个可能是触犯法律的 虽然警方通常不会调查这个案件 但是曾经有提供过的一个电视明星 就是因为这个案件被提供过法庭 所以虽然法庭认为 警方认为这个是失事 很少会开党调查 但是也有 其实这个是一个过时的法律 他去说你去勾引别人的老婆是犯法 并不是说要阻止别人出轨 因为如果你要阻止别人出轨 那你女人来勾引你的老公 也是犯法吧 应该是错的事情 为什么他只针对你女人 这就是他是过时法律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他把女人视为是男人的财产 所以你来勾引我的老婆 就等于偷我的东西 偷我的酒 偷我的电话 偷我的车 他是我的财产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偷这个行为是错 不是出轨这个行为是错 所以你诱拐他人老婆 想要跟他发生关系 在刑事法典第498条文之下是错的 但是你女方诱拐男生老公 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但这是一个过时的法律 其实早就应该修改了 这样子的法律 所以重申一次 我们非穆斯林在马来西亚 通奸出轨 是没有犯上刑事法律的 你要负责的对象是谁 你太太而已 或者是你老公而已 或者是你的小三 小三是男的 小三跟小王有差别的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小三是女的 小王是男的 因为小三多了一条 就是小王 所以这个是小王的由来 我老婆坐在前面 她看我一下 所以小王多了一条线 所以叫小王 不是因为他姓王 这个也是我一个朋友喝酒的时候跟我讲 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记下来了 那我们进入第二道问题 南方会不会遭受回教法的对付 有没有触犯回教法 答案也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回教法是处在stat list的情况之下 是州的权限 伊斯兰法律都是州的权限 包括遗产 包括你有没有 包括你结婚 其实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 虽然他们大同小异 差不远 但是每一个州有自己的权限 联邦直辖区 就是由国会来定律法律给他们 其他的州属是由州议会来定律的 所以伊斯兰法律 不管是伊斯兰家庭法 伊斯兰遗产法 还是伊斯兰刑事法 我们也有伊斯兰刑事法 但是它可以提供的都是跟伊斯兰教有关的 你不去祷告 你没有去Massiz Bayu 你穿着暴露 然后你女扮男装 你没有花沙 这些都可以被调 所以这个是属于州权限的 那属于州权限的法律 是没有不可以加租在 非穆斯林上 又卡了 我继续讲 我们华人你不是穆斯林 你是不能在回教法 在回教法庭之下 被审判被定罪的 所以南方即便他的出轨地下 即便就是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他们已经否认了 大家要知道 可能你说他否认的理据不强 但他是否认的 所以我没有定论 即便他出轨地上是马来同胞 是穆斯林 南方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法律可以对付他 当然事情上有流传 如果你女朋友是马来女生 或者是马来男生 你们发生关系了 被宗教局抓到 他会逼迫你入教 经常都会有听到这样子的事情 不然就会打你什么 其实他打你是错的 你可以兼具不录教的 他不能强迫你录教的 因为你要进入伊斯兰教 你要讲他们的一句经文 就是什么除了真主之外 没有其他的神 我会信奉你 有一条经文的 你要练三次 这个是一个录教的仪式 回教录教的仪式 我以前有读伊斯兰法 所以我知道 所以他可以强迫你去读 但你不读 没有人可以逼迫你的 当然如果他打你 强迫你入教 这个就是行事法了 攻击他人 所以两者不能谈 当然我相信 肯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也听过 但是没有人可以逼你录回教 逼的录回教 你要出来回教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还是要向回教法庭申请 因为你已经是回教徒了 然后你要出回教 你就要向法庭申请准令 你才可以出回教 所以男方并没有犯下回教法 那问题来了 女方也就是第三者 第三者会不会被回教法对付 会不会 有没有触犯回教法律 如果有证据显示 他婚前性行为 他跟非穆斯林发生关系 婚前性行为是一条罪 非穆斯林发生性关系是一条罪 然后跟不是老公 的人处在同一个空间 这个也是一条刑事罪 所以如果有证据可以显示 第三者不是女方 第三者有这样子做 当然他是犯法的 触犯了回教 回教法律 可以在回教法之下 接受惩罚 所以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 这个但是很重要 当事人是自己否认的 然后你要证明 你不能够只是 网络上有这些曖昧信息 有接近的照片 没有这么容易证明 你要证明有发生关系 基本上我之前有讲解过 你要抓奸在床的情况才可以 所以没有这么容易证明 而且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抓奸在床 是长久以来 据女方所说老婆的说辞 是长久以来好几年了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老婆说要去举报 当然他有权利去举报 但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所以在回教法律里面 你跟非穆斯林发生关系是犯法的 有专门一条罪 我特地去找了巴汉的 其实每一个州有自己的回教法 我之前讲解过 我给大家看 巴汉有一条是专门 你看 所以婚前性行为跟非穆斯林 有这些出轨的关系 其实都是犯法的 在回教法律之下 你跟不是父亲 不是老公的男人 在同一个空间 严格的回教法 其实在车也算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房间当然是车也算是 但马来西亚车还没有 有方向 有人要推动往这个方向去 但庆幸马来西亚还没有 不然GRAP 你是不能载马来同胞的 你是属于犯法 当然回教法不能告你 如果你是华人加GRAP 可以告那个女神 但马来西亚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这是值得庆幸的地方 所以肯定是犯法 但是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他犯法 证明他有这样子做 这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第四道问题 其实是今天最关键的问题 肯定会刷新大家的三观 因为判决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争议的 而且申请方是Kopasiram他输了 已经离世的Kopasiram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讲题 就是现在一个很明确的问题 就是如果第三者是真的破坏了男方跟女方的婚姻 那女方离婚了 他可不可以向第三者这位穆斯林索取赔偿 可不可以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告诉我答案 可以还是不可以 正常情况之下绝对是可以的 你老公或者是你老婆出轨 导致你们离婚 你可以告你老婆 然后或者是告你老公 然后把他的小三小王也一起告 叫你老婆赔偿 叫小三小王 因为破坏婚姻也一起赔偿 所以绝对是可以的 那现在因为第三者 然后疑似的第三者 是马来同胞 是穆斯林 那我们是不是 如果你是受害者 是不是可以一样提告这个穆斯林 来要求他进行赔偿 有读有回答了吗 一是可以 二是不可以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一是可以 二是不可以 来大家踊跃的回答一下 我看到有人说可以 有人说不可以 我给大家三秒 三 二 一 答案是不可以 而且这个是联邦法院 2021年 所做出的宣判 而且不止联邦法院 这个case从high court 打到上述厅 打到联邦法院 三层法庭都一致认定 穆斯林的婚姻 是不可以任何穆斯林 非穆斯林婚姻的纠纷 就是我们华人印度人 婚姻的纠纷 是不可以牵涉 穆斯林的 因为我们的 非穆斯林的婚姻法 我们叫民事婚姻法 民事婚姻法 是对穆斯林 没有任何权限的 在法律里面 已经写到清清楚楚 这个case 一路从high court 打到 它的代号是AJS 大家去找一下AJS 这个案件 它没有放完整的名字出来 应该是要保护当事的 AJS案件 就是 因为这个是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子 你的小三小王是马来同胞 其实他是不需要赔偿你的 你是不可以告他 你连告他都不可以 你只可以告你的老公老婆 叫你的老公老婆赔偿 那他是穆斯林 就不能赔偿 所以这个是 听起来很不公的一个事情 但是三层法院 包括联邦法院 都affirm这个判决 是输的 他帮当事人打到了联邦法院 可是输了 法律的权势 法庭的权势 是不能的 是不能的 所以即便真的有作 你要给他索取赔偿 你要明示 把他name as defendant call defendant 或是correspondent 就是联合被告人 其实是不行的 所以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 所以女方 就是前妻这边 如果要告这个第三者 他是穆斯林 其实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法律上是不允许 所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 我们有两套法律 穆斯林 Islam的法律 Sharia的法律 跟我们普通Civil Law 我们民事法律 但这两个法律 他在遗产 在家庭的这些课题之上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 包括穆斯林同胞 他们的遗产分配也是不一样的 他一部分的财产 是要交给政府的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有互相涉及的情况 比如你的孩子 如果有穆斯林 有非穆斯林 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很多情况会出现的 类似的情况 那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因为我们有两套法律 所以答案是不可以 女方是不可以告第三者 只要她是穆斯林 男方当然也一样不可以告第三者 当然你可以告其他 比如他们现在在骂架嘛 一下上新州 一下上中国报 两方都在 尽量的想要让舆论站在这边 但这个行为是没有意义的 我讲过的 这个是把自己当笑话来娱乐大众罢了 网络上没有判官 但是不管无论如何 你们怎样子做 婚姻的disput 你不可以把穆斯林拉进来 这是很明确的 当然如果这个第三者 有讲了一些诽谤你的话 你可以告他诽谤 这个就不关婚姻法的事情了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在婚姻里面不可以 所以同样的像我刚才所讲 第一道问题 男方他是非穆斯林 女方是穆斯林 即便男方犯了回教法 他也一样没有错 其实也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你只罚女生 如果有证据 你只罚女生 你不罚男生 同样的 现在你要告这个穆斯林女生 也是不可以 所以联邦法院的裁决说 这个没有不公的情况存在 因为你还是可以告你的老公 如果他出轨 他跟穆斯林出轨 你可以告你的老公 叫他赔偿你 你只是不可以告他的第三者 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公的情况 但是这个判决 是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争议 我不认为是一个对的判决 可是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真的有这个先天不足的情况 所以大家要明白 好 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一个小时52分了 心跳X6超能养生意 最懂你 最懂你 AI皮拉扫描 只要我的手指 跟你的手指 碰一碰30秒 马上就能知道 你身体的疲劳指数 血氧 还有心跳 每一次都为你打造 独一无二的按摩程序 新一代AAR 3D按摩 该大力就大力 该小力就小力 超大按摩覆盖范围 有前有后 马上让你有个 像真人按摩一样的感觉 360度热疗功能 给你360度的暖暖包 有前有后 让你想暖哪里 就暖哪里 董小姐 董小姐 你很好 什么都懂 心跳X6超能养生意 最懂你 最懂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